大家好 今天help讲堂的课程主题是图搜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搜寻的是学术文献里面的图片 那有些资料库其实有提供这样子的图片搜寻功能 但是也是有蛮多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运用一些检索技巧 在今天课堂当中会教大家 那大家也可以集思广义去观察一些规则 发挥创意来做检索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当中会提到非常多的资料库 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厘清一下资料库的类型 学术文献资料库可以分成期刊全文型 索引夹药型和引文型 期刊全文型就是里面是带有期刊的完整文章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图片搜寻 这些图片就是在完整的文章里面 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期刊全文型的资料库的功能 才能够做搜寻 那所以资料级引文型的部分 它只有书目没有办法直接用它的功能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AndNote来做辅助 那再来要跟大家厘清的一个名词 是资料库系统平台 这样的平台呢 它集结了非常多的资料库 你可以做跨资料库的搜寻 我们会发现很多资料库点进去讲都非常类似 像Apps Cohost或是Proquest 它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系统平台 有很多资料库都收在它里面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样子的资料库的功能 来做搜寻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预期到 我们搜寻到有可能是全文资料库的资料 也有可能是所在的资料 所以说我们要搜寻图说的时候呢 它能够找到的应该是具有全文的 那它的搜寻结果当然就不会是非常非常完整 这是必须要来注意的 那我们提到资料库会提到非常多的名称 那台大图书馆的首页呢 可以很简单的进到这些资料库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样的首页搜寻框 我们点到页前是资料库 输入给的资料库的名称 按下查询就可以看到资料库的介绍页面 那我们再点进去它的连结 就可以进到资料库的网页了 所以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首先我们会先介绍学术文章的图片搜寻 那它包含这个资料库本来就提供图说检索的功能 那在第二种呢 是当资料库没有提供图说检索 但它常常会提供就在全文当中去做图片浏览 也就是我可以直接点可能figure或是图片 然后就直接看到这篇文章所有的图片 所以那我们在检索的时候的任务就是 我们要先找出来就是带有图片的文章 而且是相关主题的文章嘛 那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检索技巧 然后运用在这样的全文资料库里面 那再来第三种就是它只能检索书目 像刚刚提到的所在资料库等等 我们可以运用andnote的功能来帮助我们去做图搜 最后一个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社群媒体 或是开放全文的典藏平台 这个作者呢 他可以直接把它研究的成果 包含图片啊 资料集啊 或是表格啊等等 都放上这样子的平台公开跟大家做分享 那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 就非常多的研究图片 接下来的两个一个是调查分析报告还有报纸 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更加注重图片这样子的资料类型 资料形态的一个出版品 那这样子的出版品呢 其实在学术上我们也非常常会去做使用 包含去参考就是报纸当中的图片 照片让我们招某一个时空背景的一个状态 那调查报告就包含先上人口分析 进出口的分析 然后这个价格的分析 出货率的分析等等 去了解一个市场的状况 或是产业的状况 那这些分析通常都是经过大量的普查 然后有非常多的资料 最后集结成一个趋势图 或是圆柄图 或是一个图表来告诉大家 所以呢这个珍贵的 整合的图片其实也都非常值得我们来做搜寻 所以我们也会去介绍他的资料库 还有他的图片搜寻的功能 好那第一章就让我们先开始看 学术文章的图片减速 那这些图片为什么重要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去搜寻这个图片 它的重要性在于说 其实研究者心血都在一张图片里面 他会做完非常复杂 非常多的研究流程之后 最后用一张图片来总结 然后让这个观看者能够非常快速的 去了解他的研究当中做了些什么 那这是像图表啊 趋势图啊 空照图啊 景观图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像是照片手稿 这些研究者他可能从一些古书当中 就是翻出了非常多的旧资料 然后去做就是探析还有研究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从他们的文献当中就看到这样子 他翻找过非常久的结果 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像是这个是贝多芬的一个月笔的手稿 这个也是研究者他翻了非常多的可能是古籍去找出来 然后去做一些研究分析 然后这样的时候他通常呢 旁边会放一个就是图说也就是图片的说明 告诉你说他在研究的时候 这张图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那下一张这个图片呢 他是在讲就是这个 就是19世纪这个中国人口的增加 还有美国人口减少 这个研究者应该也是翻了非常多当初的文献 然后去集结化成这样子的一张图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一般的学术研究都会有这样的格式 图片在上下面会有这个图片的编号 然后会有他的图说 那用这个图说呢 就是用文字去阐述这个图片 是我们用文字去搜寻图片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据 好 那再来这张图片呢 则是就是他在讲这个贸易的方向 那研究者应该也是 就是分析了非常多的进出口数据 还有资料去画出这样子的图片 所以说就是这样子视觉化的 去呈现研究结果是图片最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很大很多的运用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图片去快速了解一篇研究 好那学术文章图片检索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来看的是全文字号库它有提供图说检索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使用 这样子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其实会常遇到可能 呃一个报告的名称 或者是一个文章的名称 它比较广泛 因为它一定会下一个假如说它是分析 全亚洲的进出口 它会下一个 什么亚洲进出口要几年到几年这样子的标题 那它的这个摘要啊 或者是书目当中可能会去提到说 哦大概有 呃怎么样的地区 然后有怎么样的进出口的东西 然后货物 然后然后资料等等 但是呢 它可能会不一定提到一些比较小的部分 例如亚洲进出口 我想要知道台湾的资料 但它不一定出现在这些 呃书目里面 因为它可能没有重要到 没有就占的比例占到 它必须要在书目里面去 或是资料里面去提到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用图说来做搜寻 我可以在title里面说 呃我要搜寻这个出口 这个词汇 然后再来呢 我说我的图片图说里面要有台湾 那我就可以呃快速的缩限到 就是这个图片里面有出现台湾的 呃呃才被我找到 我就可以不用慢慢去找 诶这个哪一个大标题里面 可能就是有提到台湾 台湾是不是包含在这个广域的范围里头 那这样搜寻到也可以避免说 就是我忽略了这些标题 其实没有提到台湾 但里面有讲到台湾的这些文章 好那再来使用这样的资料库之前呢 我们要先认识一个单字叫做caption caption就是图说的意思 那图说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一般学术文献里面的一张图片 那它的上方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说明 它通常会带有一个就是图片的编号 然后再来书写说用文字书写清楚这个图片是什么样的意思 它代表这个文章里面的什么样的部分 那这个图片的编号呢 可能是figure 可能是fig.等等 这个在就是影文的规范里面都会说清楚 然后还有这个图说要放在哪里都会写 那我们今天呢 用资料库就是在搜寻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一下说 这个作者他在下图说的时候 他会用怎么样的角度 比如他今天这篇文章呢 可能就是已经针对某个事件 通篇都在讲这个事件 他可能在这个图说里面 他就不会出现这个事件的名称 那所以我们这时候在搜寻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把事件的名称放在 可能摘要或者是提名的部分 我们不要放到caption里面来做搜寻 好那我们就进到Jstor Jstor这个资料库呢 他是会回溯去收入学术期刊的完整卷期 但是他不提供就是近三到五年的卷期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旧的资料 但是他的这个文章的加值资料的 就是处理非常非常的完整 所以他在图说的搜寻上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资料库通常是运用在人文的领域 那我们进到Jstor的首页呢 可以看到中间有搜寻框 下方有这个进阶检索的按钮 我们可以把它点下来 那进阶检索当中他的这个 搜寻范围的下载选单 就包含caption图说 那我们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再来做搜寻 那我刚刚说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比较 主题是比较大范围的文章 但是他在图说里面可能有比较小的 我们想要知道的图片 那我这边用的例子呢 就是我用古藤堡来搜寻就是这个书目 就这书目里面还有提到 就是他是在做古藤堡相关的研究 但是这个研究呢 可能不一定包含这个就是圣经 他可能在研究他的印刷术的方法等等 所以我想要就是他的图片是里面是有出现圣经的 因为我想要看到古藤堡圣经的这个图片 再来呢 为什么在这个caption里面 不要去搜寻古藤堡这个名称 因为他这整篇文章如果都在讲古藤堡的话 他在图说里面的可能就不会再写一次 哦这是古藤堡的怎样怎样的事情 他可能会直接说 哦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去放进这个人 我们要直接用这个bible来做搜寻 那我们按下search 就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检索结果 他会直接告诉你说 哎我的来源文章是这个 他里面有这几张图片符合我的caption的检索条件 那我把它直接点进来 就会直接看到就这边的这张图片了 下一个是这个aptics image bank 这个呢是光电光子学主题的期刊文献 他的就是领域稍微比较小一点 那这个就是出版社 他有特别把他出版的文章当中 图片独立出来做成像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呢 就是直接搜寻图片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直接找到caption 这样的检索点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关键字打进来 箱子也是用3D列印着的关键字 打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的图片 他是去搜寻这个文章的里面的图片 那图片的图说去把它找出来 那我们点进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个图片 也可以汇出 汇出包含pdf的形式 或是直接汇成一个投影片的形式 然后直接帮就是大家把 这个引用的资讯去列出来 再来呢是Apps Co-host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资料库系统平台 它里面有部分的这个资料库 是可以使用所谓的图片搜寻的功能 只有小部分就是下面列出来的这几个 那我们这边的例子呢 是用这个ASC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这个资料库为例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型 这门的综合资料库 那我们进到这个资料库之后呢 我们在上方就可以看到 一个蓝色的条状的地方 那这里可以点More 看到Image这一个选项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就会进到这个图片检索 图片检索上面搜寻框 是一个非常简易 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 就是条件设定 例如说我想要线索 搜寻哪个栏位 这样子的一个搜寻框 但是它下方会有些选项 可以帮助我们来 就是设定条件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个胶图里面包含两种 就是图片搜寻 第一种是 Image Collection 它其实就是ASC里面 它有单纯是图片的资料 它不是文献当中的图片 这个资料本身就是一张图片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 这个就是文献当中的图片检索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要检索文献的话 可以把这个Image Collection 这个勾取消掉 我们就用这边这个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 检索框里面输入我要找的这个词汇 那它的检索框会 据索的范围包含这些 也就是它针对图片去做的 所有的注解 包含来源文章的标题 就是它来自哪篇文章 这个文章标题作者作者单位还有DOI 再来就是它的图说 可是有很多文章其实没有图说 它就只有一个图片的编号 这时候你就只能靠这个文章标题来做搜寻 然后另外还有个就是图片的标题 所以如果今天这两个都没有的时候呢 这个文章当中 如果它的标题有出现你的关键字 它就会就是把所有的图片都列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它检索的时候 可能要多下一些关键字 然后去避免就是标题当中呢 有出现单一的去一直被检索到 那可以帮助大家去筛选 那所以这个筛选功能上面来说 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就是需要靠大家自己去浏览判断 所以我们找到之后就会看到这些图片 那这些图片可能是 它的文章标题吻合 有可能是它的图说吻合 我们就要一笔一笔再进来看一下 那我们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它的图说 那这个就是它的图片 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来复制 或者是下载图片做利用 但是也记得要提供这个引用的资讯 在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是资料库的系统平台 它是Proquest Proquest呢 它整合就是各公司的一些全文平台 那这个平台当中呢 所有的资料库其实都提供了这个 Caption搜寻的功能 但是没有所有的资料库都有 针对Caption这个资料来做处理 所以就算今天你用Caption搜寻 也搜寻不到任何的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跨资料库检索的时候 也要预期到它有一些是不会查到的 那除了Caption这样子的这个栏位之外呢 它还有个栏位叫做这个栏位DF 那这个栏位是它会去注记说 这个文章它是带有图片 或是带有表格 可能是Table或是Briefs这样子的字会 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搜寻不到Cap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至少找出这篇文章当中 是带有图片的 所以这两个我们可以记得一下 那我们今天在Proquest要用Caption或是DF 我们都不能直接用进阶检索 因为它在预设的下载选单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栏位 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命令列检索里面 然后自己用输入的 输入的格式是像这边看到这样子 就是栏位名称括号里面 带我们要搜寻的关键字 那这里呢我们提到另外几个 我们可以搭配来做搜寻的 第一个是NOFT 这个是除了全文以外 所有的栏位我都搜寻 那FT是全文 TI是文件的标题 AB是文件的摘要 那我们就来搜寻看看 我先是全部的栏位除了全文 叫有出口这个词汇 然后它的Taption里面是有台湾 就是我想要知道 就是它在做一些出口分析 或是出口的研究的时候 哪些的文章里面 它的图片是有提到台湾的 它有分析台湾的资料 那我找到74笔的结果 那在这样子的研究结果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图片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图片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图片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 或是做图片的回出 好那再来的一个平台是Ovi Ovi它一样也是一个资料库系统平台 不过它大部分都是它自己出版的期刊 或是图书 那这个资料库是由以 医学或是生命科学为主种 那前面介绍的几个资料库 大部分是这个 中和型的资料库 就是大部分领悟都可以做使用 那Ovi进来它的界面稍微就比较难懂一点 那我们这时候要先了解一下 它的栏位的代号是什么吧 还有它的搜寻方式 那我们可以先进到这个search field这里 那我们来看 它会列出它所有的栏位的代号 那我们会发现 这里有caption text 这个就是所谓的图说了 那我们就看到它的代号是ct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方的检索框下 我们要的检索语法 它跟刚刚就progress蛮想 你要自己去做输入 但是它的格式不同 它是要把检索词放在前面 然后后面做点 再放栏位的名称 所以今天如果我有两个 要end在一起做搜寻方法 把括号起来再点 然后放栏位的名称 所以我今天是要查这个 有关于流感的方式 然后呢 它是在分析这样主题的文章 但是我要看它里面 有没有提到台湾 图片有没有提到台湾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做搜寻 我会在上方检索结果 它不会直接列出检索结果 它会在上方告诉你说 哎 我有找到六笔 或是我根本没有找到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看这个检索结果 就点Display Results 然后进到检索结果 我们会看到像这样子 那这边呢 我们会看到它都没有全文 那是要连出去才看得到 那所以我们可以呢 就是点这个Find it at NTU 然后呢 去连到学校的这个馆藏查询系统 然后我们看到 哎 学校有购买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点进去这篇文章的页面 然后直接去看它里面的图片 这就是直接连到出版社的网站了 那Ovi这个平台里面呢 如果是他们家自己出版的文章的话 是会有全文的 它会有个这样的选项 叫做Ovi Full Text 那我们把它点进来 就是它的文章的出现图片的地方 它旁边会有个小图 然后会注明它的图片的编号 那我们把它点进来之后 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放大的图片 那这边也是一样 它可以就直接汇出这个投影片 那这个汇出来 它就会帮我们把所有的 就是一些 呃 引用的资讯都放上来 那另外它有可以直接做一些download 或者是大海图的download这样子 再来要介绍的两个是 比较专举特定领域的 一个是BioOne BioOne呢 它是主题是包含生命科学环境 然后动物植物兽衣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呢 它是用非营利组织的方式去做建制的 那里面包含很多具有影响力 而且是经过同胎审查的期刊 所以就是它是有一定品质的期刊才会收入进来 那进来之后我们在就页面的右上方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进阶减速 那也是一样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下载选招里面 可以找到这个figure and table captions 那我们把它点起来 然后来输入我们要找的关键字 那我今天要找的关键字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先全栏外搜寻这个 擒流感或者是擒流感 这两个是擒流感的这个同意词 所以我用over把它连接在一起 就是它只要出现其一 我都要去把它找出来 然后我在这个figure and table captions 的地方 我是要搜寻H5N1 也就是我想知道 在擒流感的一些研究当中 哪一些呢是有做到H5N1的 那有怎么样的图片 好那我们点进图片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download 然后看大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是features and tables这个页签 完整的articles是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页签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功能 可以快速去浏览这篇文章当中 所有的图片去把我要的图片找出来 下一个就是跟BioOne是完全一模一样 界面是SPIE 这个资料库它是国际光电工程学会 所出版的电子书 会议论文 其期刊等等的全文的资料 那大家应该觉得似曾相似 那右上角有advanced search 中间也有一个 那点进来之后呢 一样也是这样的 figure and table captions 的按钮 那把它下载选单选好之后 我们来输入关键字是3D printing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图片 一样是可以做图片浏览 然后可以做图片的下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demo一下 就是我们刚介绍的几个资料库 要如何做使用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demo的资料库是Proquest 那进入资料库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先在首页点到这个资料库的页签 打进资料库的名称Proquest 那按下搜寻 我们就可以进到像这样子的页面 那我们点选这个Proquest的databases 这个资料库下面会看到这个可取的全文 然后有它资料库的连结 我们把资料库点进来 就会进到这样子的页面 那这样子的页面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不能用进阶检索 因为它这里的下载选单当中 并没有caption这个栏位 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命令列 这边来自己去做搜寻 那这也看我刚刚已经输入好了 我这是要搜寻的是 TITLE有COVID-19 然后呢它的caption里面要有台湾的这个文章 那我们先把它就是按下检索 我们来看一下检索结果 我们这边检索结果呢 总共是找到一笔 那我这个关键字呢是TITLE嘛 TI 那我也可以说我要搜寻的是这个 这个NOFT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除了全文以外的书目 我都要做搜寻 然后caption是台湾 我们来再试一次看看 好那这样子我们找到四笔的检索结果 所以有些呢可能是它的书目里面有提到COVID-19 但它的TITLE里面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做搜寻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图片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来把它点进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 在文章当中 那我们再点一下图片就可以做放大 那这边可以做下载 那它的图说呢是在这个上方 它说这是Figure 1 这是H 和Sex Distribution of Imported Cases of COVID-19 in Taiwan 从这个日期之前 好那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把它下载成就是一个图片档案 那接下来可以就是继续去浏览其他的图片这样子 那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资料库是这个OVID OVID我们从这个资料库的页面把它点过去 会进到就是这个资料库的画面 那我们先进到这个Search Field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有哪些栏位可以提供我们做检索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Caption Text 就是我们要搜的图说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F是全栏位去做搜寻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AB是这个摘要的意思 那就是TI是就是title的意思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栏位了 那我们来下这个关键字 那我们就是跟刚刚一样我们用COVID-19来做搜寻 那我今天要搜寻的栏位是这个Abstract AB的部分 那我们先输入这个COVID-19 然后呢点这个栏位的名称 接下来呢按下AND 我们连接这个Caption的关键字是台湾 那我们一样也是打进台湾 然后点CT 好那接下来我们按下搜寻 我们来看看它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OVIA这个资料库它的结果不会直接显示在这个画面上面 它会告诉你说我找到六笔在这边 那我想看的话要按下这个Display Results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总共会有六笔 那我们这六笔呢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可能会有全文的 好我们这次找到六笔呢都没有全文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Find it at NTU的这个按钮 连回图书馆来找找看这个文章的全文 我们再到全文里面去看看这个图片 好那我们现在是直接连接到我们图书馆的这个整合查询 然后来找到这篇文章 那我们发现这个DOAJ这边有free的 那我们把它点过去直接去连接到它出版社的这个网站 那出版社的网站进来呢 我们可以这个view for text或是download pdf 或是它这里有browse figures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出版社的功能来看图片 那这边呢我们找到了跟刚刚这个proquest一模一样的一张一个文献 那这边就是它的图片图书在上方 那它没有一些下来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按用键做另存 但记得要放上一些引用的资讯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到第二种的学术文章图片检索 就是这个全文教育里面 如果没有图书检索功能 我们应该要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一些检索技巧来帮助我们去找到带有图片的文献 好那这个第一张呢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检索公式 是就是我测试了一些资料库归纳出来的一个公式 那当然呢都可以再做发展 那这个公式呢就是上方是这个your keywords 就是你要查询的关键字 那这个关键字就像你一般去搜寻就是资料库的文章一样 就是你想要下解关键字 要用and or not连接都可以 那你把这关键字先下好之后我们在全文搜寻的地方 注意要是全文搜寻的地方放上这个and fig点或者是figure这样的字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fig新点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时候呢这个文章的编号会是fig点 然后才带12345 有些呢是fig1然后才带点 所以我们为了要就是这两个都搜到 我们这里会放一个万用字元 它可以是有字也可以是没有字 然后才带点 那这个公式呢有个使用的前提是资料库必须要可以提供全文间所 因为全文里面才会出现这个字 就摘要里面啊或书目里面出现 可能通常都不是就是真正你要的那个图片的意思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避免掉就是可能带有figure的单字 带有figure这样自传的单字的话 我们可以进阶用not的方式去做排除 但这其实需要观察一下 因为单字可能非常多 或是甚至有些人民里面是有这样子的组合的 那就是我们先查询过后看一下检索结果 我们可以来慢慢的去修正这样子的公式 好 那这边是我整理出15个 就各个领域比较常用的一些资料库 一些全文期刊的资料库 它有提供这个图片浏览的功能 也就是说我可以先找到这个带有文献的图片就好 然后我进去之后就直接点选图片浏览 然后呢我就可以就快速的去看这篇文章 所有的图片去找到我要的图片 好 那接下来呢我会抽几个资料库 就是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这每个资料库它的检索栏位有一点点不同 那我接下来试的是几个种类这样子 那第一个是Science Direct 是就是AirServille的这个出版品的平台 那它应该算是综合性的期盼里面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它也是有进阶检索功能 我们在首页点写进阶检索会看到下方这样子的一个表单 它呢并没有提供这个下来选单让你选 但是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些线缩这个检索范围的功能 像这边它告诉你说我是搜寻这个文章的标题摘要 还有就是作者给的关键字 如果你把关键字输在这个栏位 它就去搜寻这些地方 那所以呢 我觉得我可能要一个文章主题是这个 铁路的回复时间这样的主题 那我就把我的关键字输在这里 因为它如果只是出现在全文里面可能关系没有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在这个title abstract和这个keywords里面找到 这样子会比较精准 那我说我就不会把它放在这个find articles with these terms 这个是全文搜寻的意思 所以全文搜寻部分我们就要来放上这个figure跟fig点这个关键字 把它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按下搜寻 那我们会找到就是总共有26篇的文章符合我这个条件 那它的这个标题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我要的关键字 就是railway recovery time这样子的关键字 那我把它进来之后呢 会看到这个全文的旁边有这个figures还有tables这个就是分类 那我们把它点下去就可以直接浏览所有的图片 那我们进到大图片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直接单看这个图片 然后下载这个图片 还是说我要回到文章的一个内容的脉络里面去看这个图片 都可以去做点选 再来第二个资料库是sedge sedge的做法一样有advanced search 然后呢它这边就是用下载选单让你去做选择 那anywhere就是指包含就是全文和就是所有的书目资料 所以我们的figure一定要放在这里 那至于我要搜寻的这个主题可能就不一定要放在anywhere 因为它有可能是全文面子出现一次但是不完全有关系或者是几乎没有关系的文章会被你找到 所以我在keyword这边放这coronavirus冠状病毒这个关键字 然后要查查看有哪些文章带有这个图片 好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下搜寻看看 那我们进来呢可以看到我的就是检索结果 那检索结果就是点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有这个figures and tables 也是一样可以直接去浏览图片 那我们进到这个图片当中它可以download 或者是用其他分页开启 或者是一样可以download成这个powerpoint 那它直接会带有这个图书 还有它的一些引用版权的资讯 下一个是springer springer它也是一样有这个advanced search 但是要找一下 因为进来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这个齿轮的图示 那进来之后才能点选advanced search 那进来呢我们会看到检索结表格 跟就是刚刚science direct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这几个格子的功能又有点不同 第一个它是说with all of the words 是所谓的end的功能 也就是布林罗洁的end 我把关键字输入在这里 它就会自动用end去连接不同的关键字 所以今天这个文章必须要 这里面关键字每一个都出现 它才会被找到 再来就是with the exact phrase 就是我们双刮号片语检索功能 我今天把两个字打在里面刮起来 这两个字必须要连在一起才能够被找到 再来是with the least one of the words 这个就是or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figure或是fig点或是fig新点这种东西要放在这个栏文里面 因为我只要出现其一就可以了 再来是without the words 这个呢就是not的功能 就是不要出现这种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观察到哪一个 就单词里面带有figure这样的组合 我是可以来not这里把它not掉的 再来是with the title contents 上面这半部的四条呢 其实都是全栏位加votex加全文的尖锁 但是呢这个 这边呢就是限缩在title里面 但如果我在全栏位去搜寻这个关键字 它有可能只是 哦在讲很多个很多不同的猪或甚至在讲部位动物有提到它 所以就会吵到很多无关的文章 所以我们可以在title这里放下这个杜洛克猪这个关键字 那我们做搜寻 搜寻结果我们总共找到了巴比 然后它里面呢是有包含这个基因和这个 呃养育有关系的词汇 然后它里面是有图片的 它的标题有包含杜洛克猪 那我们进来呢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 那文章里面呢一样可以做图片浏览 然后图片呢可以就是选择你要回到文章脉络看 还是就是看放大版的图片 再来呢是电子领域 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IEEE 这个是电子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库 它一样也是有Advanced Search的功能 那进来之后它比较特别 它可以去切开来你只要查群Votex 或者是纯粹只查就是呃这个文章的书目 书目所谓的书目就是这里看到这个词汇 就是MetaData MetaData呢它包含了就是像是文章的标题 摘要作者出版社 然后可能就是出版的刊物 卷期等等这种基本资讯 可以帮助你去找到去定位特定一篇文章的资料 就是MetaData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在All Metadata里面呢我想出现这个Containian Robots 也就是陪伴的机器人这个词汇 那我没有在全文里面出现因为我希望它更相关 那通常出现它加要或是标题应该就是非常的相关的 那再来就是Full Text Only 我要在这个全文的范围里面去找Figure这个关键字 那这边为什么只打一个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检索框里面放Or 那我也没有办法在下面再加上Or 它的搜寻会有误 所以我们必须要搜两次 就是我先搜这个Figure新点 再下一次再搜Figure 所以我这边一样也是在搜一次Figure 那我找到的篇数是53C篇和372篇 但当然这里面一定有重叠 你看像第一笔就是重叠的 因为它有可能是在文内继续说 哦这里有个Figure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下面的编号可能是Fig.2 Fig.3这样子 好那我们点进这篇文章 一样旁边会有Figure这样子的页签 那我们把它点下去就可以直接浏览图片 那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做一个放大的检视 或者是回到文章的脉络里面来做检视 好那下一个资料库是IOP Science 这是属于物理领域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它只有检疫的检索框 那其实刚刚前面提到15个里面 也有些是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自己来运用 这个布林逻辑的字元 end 然后来做一些搜寻 那所以呢 我们建议这样子的检疫检索框 不要再用要 or等等 或是你要用括号的方式去做 就是合并的一个检索方式 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 就是or如果不多的话 我们直接就是像figure或是fg.5分两次检索 那所以像这里呢 我们先打进这个不同的关键字 你可以用end来做连接 end完之后最后加上figure 然后我们预设它是全文检索 那看来它也应该是 那进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搜寻结果 可以直接viewarticle 要直接viewarticle 它才能看到这个就是浏览图片的选项 那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点选这个figure的部分 那直接点选图片 图片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图说标准的图片汇出 或者是你要直接汇出powerpoint的slides都可以 那最后呢我们要提到的是这个appscohost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想说这个为什么又出现appscohost 前面不是说它有image检索的功能 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只有小部分的资料库有 这个平台里面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库是没有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一样也可以用这个关键字 检索的功能来搜寻 但是要记得这是一个跨资料库的平台 所以说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非全文资料库 那那些东西就会找不到 那它可能要应用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 就是我们找andnote来帮忙的方式 那我们这边可以打入就是我们的关键字 它是在就是这个全栏位检索 书目栏位去做检索 再来就是我要针对这个全文的部分 收figure和fig新点 那我们把它收出来之后呢 因为呢我一定要收有全文的嘛 因为就是没有全文也看不到图片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勾选fortex 那找到之后像这边都会有fortex 我们可以把fortex点进去 然后找到就是里面图档 那它这里就没有提供图片浏览功能 要自己去把这个图片找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学术文章图片检索的第三种了 那这种呢就是只有数目可以供你检索 那我们可以运用andnote 我们把数目先汇进andnote里面 那andnote可以来帮我们找全文 找完全文之后也可以帮我们搜寻全文 那这类的资料库呢包含索引 还有引文资料库都可以来做运用 包含就是webosanxia scopusia pubman pqdt doaj doab article library 等等都可以 那另外还有像图书馆的整合查询系统 也一样是只有书目 没有办法直接找到全文 那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 可能像开放全文点藏平台 in2scarsisfpreprint等等 它可能都只有书目 只要它的书目可以汇出到andnote 都可以用我们这一套方式 好那这边先说明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所摘资料库 在图书馆的这个资料库检索的页面 我们是有把它集结成一个特殊的资料类型 那图书馆总共有订购的是42个这样子的资料库 可以从这边来找 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图书馆整合查询 我们要怎么进来 是从首页跟刚刚一样 我们是点选资料库的页签 现在换成整合查询的页签 那进来我们可以做跨资料库的书目搜寻 那里面可以就是有连结 直接帮你连到那个资料库的全文 但是在搜寻上它是没有办法找到资料库的全文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接下来介绍这个方法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以Weboscience为例 然后来做搜寻 我们进到Weboscience的首页呢 我们可以就是先输入我们要的关键字 然后用主题这个减锁点 它的意思是搜寻的范围在 就是文章的标题加要还有关键字 那进来之后我们总共找到了200笔的文献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全部都先汇进EndNote里面 我们可以点选汇出 那点选之后呢 这边可以选EndNote桌面板 那进来之后我们可以选记录来源1到200笔 如果你选页面上的所有记录 它只会汇出第一页的记录 那按下汇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CiW档 那这个档案我们只要点两下 它就可以直接汇进EndNote里面了 那在EndNote的部分 我们要做一个Find Full Text的动作 也就是找全文 让EndNote用你汇进去的书目 帮你把全文找进来 然后并且直接夹带进去 那Find Full Text呢 它必须做一个前置的设定 我们要从Edit 然后Preferences这里呢 找到Find Full Text的设定 这里要放入这样子的连结 这个连结呢 是就是我们图书馆给出来的 它必须去告诉这个EndNote说 就是我们要查找的是台大网域可以使用的全文 所以我们在Find Full Text的时候 记得要是在连线VPN 或是在学校网域的状态下 那这个网址呢 把它贴进去之后按下确定 我们就可以来做Find Full Text 那Find Full Text我们选择要Find Full Text文章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 然后呢按下右键选Find Full Text 然后Find Full Text 它就会开始做搜寻 那在搜寻过程中 我们会在旁边的EndNote旁边这个选单 在Find Full Text的下面看到几个符号 第一个是Searching 就是它很在寻找中 现在有20篇是在寻找中 然后再来呢 有4篇已经找到了 然后呢有一篇我没有找到全文 但是我找到可年的全文连接 那还有一篇呢 是我真的找不到 就是它真的找不到全文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自己去把全文找到 然后把它夹带进去 才能做我们后续的动作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是说 中文的文献啊 不太容易找到全文 那就是可能都需要做字型的附加 那接下来找到全文之后 我们要怎么让EndNote帮助我们 直接自动的去把有图片的找出来 那我们一样也必须要用到 刚刚的FIG星点 还有FIGURE这个关键字 那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同时用个中文的 因为中文的这个图片 我们里面呢 我们通常会有像如图 就是如果下方有图 我们会说如图如下图 然后或者是呢 我们会括号图籍这样子的一个标号在文章里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字会放进这个搜寻的条件当中 那这个搜寻条件是哪里呢 是这个My Group这边 在EndNote里面有个功能是叫做Smart Group 它可以依据你下的条件 当你有新增文件的时候 它就会把就是这个符合条件文件 自己归进这个Group里面 就很类似我们Gmail在做 就是Email的分流也是一样 我可能要把就是有提到就是 什么什么系列的名称的资料 全部都放进一个资料桨 那也可以设定这个文件里面有提到某个字 或是有某个助教的名字 那就直接把它存进来 你要看系上的资讯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看这个资料桨 那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My Group这边按右键 Create Smart Group 然后呢去做这个设定 这个设定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搜寻的范围 是叫做PDF档 就是你夹带进来的这个全文 那这个PDF档当中呢 要包含这个FIG新典或是Figure 然后按下Save 这个呢 就是这个COVID-19 Figure的这个资料桨 那它就会自动的把就是这个 存文里面有包含这两个字的放进去 那再来我也可以做个中文的 是包含如图或是如新图 就是如下图如上图这种也可以找到 然后或者是括号图什么的 那我去把它中文的搜寻出来 那我们这样子做的检索结果呢 是我们有这个Smart Group 然后是用英文的部分 它有找到就是这个 里面包含FIG点这样字眼的文章 那我们把它点进来之后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呢 浏览全文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图片 那再来如果是中文的也是一样 它也有把就是里面有图的找到了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做浏览 直接看到图片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Scopers 来demo一下这个方式给大家看 好那我们进到Scopers的资料库 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这间锁的画面 在这时候呢 我用COVID-19 然后用这个双括号把它刮起来 它必须要连在一起才能被找到 而且我把它限缩在只有关键字 有出现COVID-19的文章 然后再来我想要查 其实就是跟台湾有关系的文章 所以我在这个 书目家要这边有提到台湾 我必须要台湾成分占得很大 我才要找到 那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搜寻 搜寻之后呢 我们找到了41篇的文献结果 那我们一样可以在这里做汇出 就是进到EndNote 在这边我们先选全部 全部勾选出来之后按下汇出 汇出这边呢我们可以选这个RAS的格式 它就是EndNote可以使用的格式 那这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书目内容就够了 那我们按下汇出 按下汇出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点RAS档 我们把它双击两下打开 打开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文章 全部汇进了EndNote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 刚刚说的FindVortex的前置设定 那我们在这里Edit 然后找到Preferences 然后进来找到这个FindVortex 那这边看我已经先把刚刚那个连结贴好了 就是OpenURL Path 这边要放上这个连结 然后按下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FindVortex 那静得要在学校的网路 或是连VPN的状态下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选遍选几篇文章 先来试试看FindVortex 我们按右键 然后FindVortex FindVortex 那接下来就开始做搜寻一下 目前是有11篇在做查询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查询结果 好那现在呢 我们这些文章呢 已经就是查完了 它现在就是说它有七篇有查到 两篇是找到这个URL 然后有两篇是没有查到的 那我们先针对这七篇 我们来做这个MyGroup的设定 那我们可以进来点到MyGroups 然后按右键Create Smart Group 那Create Smart Group之后呢 我们就来这边选到上面的这个PDF 然后它要contentFig点 然后呢或是PDF Figure 然后我们做Create 然后看到 诶这时候就有这些文章都进来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边找到这个全文的档案 看一下诶是确实是有图片的 那这个图片呢 就是大概是在讲 就是这个传染的一个区域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一篇 这边呢也是一样是有相关的图片 那还会做一些叙述 要来再做确认 那这边就是这个FiveVortex 然后运用就是NNote的Smart Group的功能 来帮我们找出就是带有图片的文献 然后再做浏览的一个方式 接下来呢 学术文章图片的检索 我们要进到第四点 是开放取用典藏平台 这样子的平台 它可能包含是像是学校的机构典藏 或者是 呃就是一些非营利的组织 然后它去建立的特定的主题 可能是社会科学 可能是自然科学 可能是理学的 呃一些资料库 它可以提供作者呢 去上传它的一些 可能是预印本等等的 或者是草稿 这样子的档案 然后供大家去做使用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像是学术社群 它有它是资源分享导向 它是以就是上传资源为主的 那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是属于这一类的 它是以就是图片为主轴 它叫做Fickshare 那这个平台呢 它是属于学术社群媒体的一部分 它在上面是可以就是 呃上传者之间是可以做一些连接 可以去建立一些建立 但我们今天重点是在说 它是可以搜寻图片 它里面其实不止图片 包含也用数据或是简报 那因为它就是比其他的这些平台 更加重视图片 所以今天就是介绍这个 那呃它真的图片的部分 有非常的呃清楚的一些图说描述 那都是可以做搜寻的 那每一个就是图片上传 它都会有这个引用的资讯 然后以及DOI 可以帮助这个上传者去追踪它的引用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浏览功能 然后可以做就是放大进来做检索 但是因为它这个检索功能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它一次呢建议只能搜寻一个关键字 那如果你是要搜寻两个关键字的话呢 它是会用OR连接 所以就是资料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没有办法用AND去筛选资料 但是呢这个关键字 我们是可以用片语的方式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可以呃 强制关键字一定要连在一起才被找到 那我们搜寻完关键字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选就是figure这个资料类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类型 还是它摆在第一位 而且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样子的 呃一张张的图片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片的标题 然后还有一些说明 那我们把它点进来之后呢 它的页面最上方会出现图片 那接下来会告诉一些就是citation 就是引用的一些资讯 然后还有它就是目前被使用的状况 它的来源的文章是谁 那如果这个文章已经发表了 它是可以连接过去的 好那上面我们大致说完了 这个随数文献的图片搜寻 接下来要进到这个调查分析资讯的部分 那这些调查分析报告里面 其实包含非常多的图片 它可以包含产业营收啊 GDP啊进出口啊 粮食产销网络使用 社会趋势等等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要说 台湾近几年的就是农产品的出口量提高 这时候你拿一大堆数据或是文字呢 就是去解释没有那么有效率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放上一张图报告 集结出来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表达 我们要说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后面要介绍 这些这个报告资料快做搜寻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分成国外和国内 国外是有两种国内有三种 首先第一种是OECD IE LIBRARY 它是由经济合作技发展组织OECD 还有这个国际能源总署IEA的出版的一些报告 书籍电子期刊等等的文字 资料集结成的资料库 那其实这个资料库还有个重点 是它的统计还有指标数据 但今天我们会主要是在报告上面 好那我们进到首页呢 会看到这里有个进阶检索 把它点进来 可以看到下方有个限制Content Type的一个区域 那这边我们可以选这个Tables或是Grace 这一个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限缩在就是图片 还有这个表格来做搜寻 那这些图片表格呢 是来自于这些文字资料里面截取出来的 那我们在这边如果用Title的这个范围来做搜寻 它就是只搜寻这个图片的Title 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关键字是这个 Rice Price 就是这个米价的部分 然后我希望它是在Title里面 那我们做搜寻 就可以找到17笔的结果 这一笔笔已经都是Grace 它这里有写哦 这个是它交代形式 图片然后它是英文 图片它是英文 那我们可以点选进去看 就是这个图片进一步的说明 或者是直接进到图片 这个Read呢 是直接看它在出版品里面的样子 Excel就是直接是 它跑出这个图表的Role Data 然后还有这个图表本身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Excel的部分 上面是Role Data 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利用 那再来这个是出版品当中的一个图档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ABI InFoom Global ABI InFoom Global 主要是一个就是商馆领域 在使用的一个资料库 它可以包含财经商馆还有经济 那收入的就是包含学术期刊 然后各种产业分析报告 国家报告等等 那这个它平台是整合在 叫做ABI InFoom Collection里面 它也一样是ProQuest的一个平台 一个就是平台里面的资料库 好 那这个进阶检索呢 我们没有办法用前面介绍到的Caption 但是我们可以用DF 就是Document Filter的方式 那我们要进到这个命令提示资源里面来做检索 那首先我要先限定这个资料类刑事Report 就是报告 我不想查到其他的期刊文章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的这个报告里面呢 它必须要包含图片 它的这个文件的特色必须要有图片 好 那再来就是它的标题跟这个咖啡有关系 这个就是我想要搜寻的文章的主题 好 那我们按下搜寻 进来呢我们总共找到18笔的文章 那它的title有Kofi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文件类型是Report 文件的特征有Grips 那另外它还有Trust 它或者是Tables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当关键字用的 那我们在查找过程中 可以慢慢去搜集这个资料库用的一个注入的语法 或者是它用的单字 好 那我们进到全文之后 可以去找它一篇一篇的这个图片 好 那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用图片浏览 那是我们可以进到PDF一篇来找 再来呢是中文部分 第一个是直测会做的AISP情报顾问服务 这个主要是针对台湾的ICT产业在做调查研究 它的范畴会包含像资讯电子电脑系统 智慧服务电子商务智慧城市数位媒体等等的前瞻研究 那我们进到它的界面可以像要上方的搜寻框 我们就需要先做一个简易的搜寻 你才能够进到它的进阶的一个条件设定的画面 所以我们先随便输入一个关键字 那关键字我们也可以用end来做这个连结 那进来之后我们可以设定这个查询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报告图表新闻专输event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搜寻的就是图表的部分 好 那我们正会将送出查询 我现在要查的是新冠肺炎对美国的影响 好 那我们进来之后呢查询 然后我们可以设定说 我要查的是全部的栏位还是只有内文里面有提到 或是只有标题有提到 然后你查询模式是要精确还是模糊 模糊的话它会把你每一个单字的每一个字都分开查 那精确就主要是片要连接在一起才会出现 所以我们会以精确为主 那这些搜寻官员如果你熟悉它的产品的话 可以再去做一些设定 好 那我们进来讲到图片之后 它可以分成SY研讨会简报或是SG单篇图表 这研讨会简报就是像下面看到这个 疫情对美中台经济成长影响可能情境 这是别人呢再去做一些报告简报的时候用的投影片 那这个它把它当作图片来给我们做搜寻 因为里面也是有很多图表资讯 好 那再来呢 这个就是一般的表格了 就是这边的单篇图表 它是在讲究2020电玩游戏展会与赛事的举办情形 有没有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接下来下一个是DG Times 它其实是产业新闻 但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分析资料 而且可以做图表的搜寻 那我们只要点到这个产业和区域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它旁边有个图表 点选图表它这里有个简易的搜寻框 这晚上它主要是提供台湾还有全球资讯电子产业的一个脉动 那我们可以搜寻一个就是单一的关键字 先进去再做一个就是条件的设定 那这个搜寻框呢 我们可以用各种布林逻辑and or not的这个连接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括号然后去影响它计算的这个先后损序去设定 然后再来就是也可以用这个片语检索 而且它有强调如果你把数字还有文字放在一起的时候 建议要用这个双括号把它刮起来会比较可以正确的搜寻 然后可以定义这个区间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选择搜寻的范围 那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就是这个下方也是有非常多种类的资料 那我们是要图表的部分 那进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下载原始数据 就是Excel档 然后或者是它原本就做出来这样子的圆柄图 那每一个像这边有这个图表的都是可以下载就是原始数据的 好然后再来是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出版品资料库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是纸本所以虽然是可以做图片搜寻 但是不一定可以取得 它里面只有两个东西是有线上版的 一个是台湾经月刊 一个是景气趋势调查系列 所以如果想要直接就是取得这个图片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线索在这两种资料去做查询 那接到首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库检索的按钮 把它点进来看到进阶检索再点进来 那我们可以在进阶检索这边看到这个图目录 它可以直接搜寻这个图目录里面的文字 那我们选图目录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就是里面有包含出口&我国 为什么会用我国 是因为我就是我观察一下这个单位 它的出版的文章里面通常就是会用我国这样词汇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就是用这个景气趋势调查系列 就是不要找到就是是纸本没有办法取得全文的资料 好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搜寻找到一笔 那我们进来可以直接进到它的图目录 那我们可以从图目录看到了像这个就是第一张的第九个张图 所以呢我们假如说我们现在是要找的是就是第十张的图 第十张的第二张图 那我们就可以点到这边找到第十张资讯工业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图片 其实就是在全文当中去找图片还蛮容易的 好那接下来就进到就是报纸的部分 那报纸为什么重要 它是表现一个社会当下的一个实况或者是历史场景 所以我们可以从就是这个报纸的报导 或者是一些图像绘制当中去看到一些当时的状况 去分析一些社会氛围然后去做巡线的考证 那接下来也一样会分成国内和国外的报纸资料库来做介绍 那我们会发现刚刚就是这个报告里面呢 我们其实都没有用到任何的检索技巧 都是用交互听容的功能 那主要是因为就是报告形式非常的布局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律说我图片出现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棋手势 所以说就是我们大部分是采用这个交互的功能 那报纸的部分是有一些就是有机可循的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是Proquest 它是属于就是国外的一个新闻交互 那它的交互有包含三个 就是Newspaper Wall Street Journal跟Global Newsstream 那这个就是检索呢就是跟刚刚的Proquest的检索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可以再进阶检索不用进到命令列了 因为它直接就有一个caption的选项范围可以在下车选在里面选到 好那我们选择之后呢我们可以搜寻像这是川普 然后他可能跟日本有关系的一个图片 可能是日本出访啊或是就针对日本议题做什么发言等等 好那我们去做搜寻之后就找到这个出访的照片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下面会有一些就是 川普抵达日本这样子的一个图说 好再来我们也可以搜寻以前的资料 就是刚刚是比较新的 像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前的 但是就是这个资料库呢 他可能以前的资料不一定图说见得很完整 所以就是不一定搜寻的到 所以也没有搜到也不代表是真的没有 好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打入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好那我们去搜寻他以前的一个 我们找到一个2002年的资料里面有这个他的照片 好再来呢是台湾新闻智慧网 就是进到中文的部分 那台湾新闻智慧网呢 他其实在这个有图片的报纸上 他的书目注入有一个特色 虽然他没有这个图片搜寻功能 但是有图片他通常会用斜线摄影 或是图斜线是谁来代表这个图片的作者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规律 然后来找有图片的报道 那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资料库的检索结果 慢慢观察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这样子发挥创意 然后去把这不同的关键字放进来 帮助我们去做检索 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就输入 标题里面有图书馆 然后我不现栏位 我不晓得这个栏位在哪 还有可能在作者 有可能在什么报道地等等 好那我把它写进来 按下检索 我们就会看到这边有图书馆 有摄影 然后我如果是用图斜线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 他是在标题里面 直接把这个图的作者也放出来了 那我们点进这个报导里面呢 他有部分的报导是有这个全版影像的 所以尽量全版影像 我们就可以直接查到 像这个就是金华国中当年 就是1980年图书馆开设的一个场景 好最后一个图片搜寻的工具 他跨越了语言 他是我们最熟悉的Google 那像是大家在做Google一般搜寻的时候 很常看到这个图片的页签 我们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 就是你打入了关键字的相关图片 那这些图片可能是因为创作者有帮他下图说 或者是这个他所在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你下的这些关键字 好那我们要怎么运用这个Google的图片搜寻 来搜寻新闻的图片呢 首先呢我们要先认识一个叫做site冒号的这个语法 site冒号后面跟上新闻网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不用包含http冒号写线写线的这个部分 他只要后面的网址就可以了 像这边我用的是wallstreetjournal的网址 就是wsj.com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加上我们要搜寻的关键字 我们就可以限定在这个新闻网的网路里面 去搜寻这个关键字 然后并且运用这个图片搜寻 那接下来Google在近期呢 就是推出了两个新的语法 一个是before一个是after 他可以去限定你要搜寻的资料结果的年代 还有日期 然后他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就是写到特定的填数 就是他是date而不是年份 那如果是年份的话 他会自己帮你划定 就是像2019以前 他可能会就是放到 就可能2019年8月都还找到 他会自己去帮你划定的填数 所以建议还是直接填入日期 好那填入日期呢 他的格式是年代许月代许日或是年写限年写月写限日 这样子都可以 那注意的是before什么日期 是不包含你现在写的这个日期的after也是一样 所以要就是仔细的思考一下你要怎么填这个日期 那我这个搜寻的例子呢 就是英国脱欧的例子 然后我填入一个就是很近的日期是 今年的1月1号到去年的10月1号 但基本上就搜寻不到今年的 他就是到去年的12月31号结束 然后是从11月2号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区段 那我查到这样子的图片 好那图片搜寻其实也可以用进阶检索来做设定 我们进来图片搜寻之后这边有设定 然后进阶检索进阶搜寻 那进阶搜寻的上面四个框呢 依序是在表示布林逻辑的end 然后片语检索or和not的功能 今天你把这个字填在这不含以下任何字词的时候 他就会帮你排除掉有这个字词的资料 下方则是针对就是图片的规格来源 还有授权 然后去做一些条件设定 包含他的影像大小啊 颜色啊 类型啊 来自什么样的国家地区啊 这些都可以做设定 那我们按下进阶搜寻 就可以用这个条件来找出你要的图片了 好那 那我们讲完今天全部的图片搜寻的方法 其实呢 除了前面要认识的caption这个单字之外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观察判断 就是这个资料库 他在注录这些就是资料的一些书目 metadata 的一个规则 我们要找出这样子的pattern 然后呢 就是发挥你的创育 应用不同的工具 然后呢 来帮自己做一下图片的检索 好 最后呢 就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也欢迎订阅就是学科服务组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